本期节目我们聊的是新一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民进党资深大佬游熙坤 在上一节我们聊了游熙坤的背景和从政经历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游熙坤的台立法机构负责人之路 1月11号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结果揭晓 民进党在台立法机构获得61个席位 成功保住了单独过半席次 这也使得游熙坤争取台立法机构龙头的人事布局毫无悬念 1月30号游熙坤在民进党团召开的内部筹备会上 获党团一致支持 被推派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候选人 是新的挑战 刚才我已经有讲过我是一个新特例 大家对我的支持我非常感谢 未来我一定会跟整个党团大家密切合作 希望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来增进人民的活挤 随后游熙坤马上展开拜会行程 不止两度拜会台湾民众党 也前往时代力量党团拜会 积极争取对他参选台立法机构负责人的支持 期间游熙坤特别提到程序正义 我一定想办法让所有的党团在立法院是公平的 那第二点就是任何法案这个议案被提出 那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来维持程序正义 2月1号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选举 游熙坤不仅获得民进党61席民代的权力支持 还得到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 激进党等跨党派民代的支持 最终获得73票 成功当选新一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游熙坤也成为继苏家权之后的 第二位民进党籍的台立法机构负责人 在就职典礼致辞时 游熙坤抛出包括优化立法机构功能 强化世代共赢 深化民主同盟的三大方向 并强调为强化世代共赢 将延绎下降参政年龄 我想下降参政的年龄 这个部分接近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 那站在变长的立场 我是觉得应该要营造一个环境 让各党派大家共同 只要能够形成共识的话 就是这种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他要当立法院长的资格是不够的 因为他没有当过立委一天 一天都没有 来这里会不会随土不服 我们还需要再观察了 走马上任后 2月7号 游熙坤展开拜会台立法机构 各所谓在野党团的行程 首站拜会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同时也向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 王金平请议 游熙坤未来如何掌握意识 并在台立法机构中调和顶耐 外界都拭目以待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